沈腾即将升级奶爸 自报孩子名字 网友是亲生的吗 娱乐圈中的小鲜肉非常之多 但总有那些让人意外的 沈腾就是那个意外 其实沈腾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帅的 而且还是学校的校草 沈腾作为一名小品演员 在春晚的精彩表现 让很多观众从此记住了他 而沈腾最近自导自演的西红柿首富 上映一来也是好评如潮 收获了极高的票房 而之前有沈腾参演的夏洛克烦恼 也堪称经典 虽然沈腾现在才红 再也算是大忌晚成 沈腾的思维灵敏 语言幽默 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周文都觉得很可爱 他身边不少人都笑称 他为沈大爷或者沈叔叔 而他的沈氏幽默 也是迷倒了一大片人 在艺人堆里沈腾显然就是一朵奇葩 他还很随性的在微博与粉丝们玩了 沈腾先后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 今天的幸福和今天的幸福二两部小品 因为搞笑的台词和表演 为全国观众带来了欢声笑语 观众们纷纷赞量他思维敏捷 语言幽默 沈腾不仅是观众眼中的好演员 他还是妻子的好丈夫 他与妻子相连了12年 就算在自己成名之后 也是一直记得陪伴自己的妻子 沈腾终于向自己妻子求婚 这一点不得不夸 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 前段时间有网友拍到沈腾的妻子挺着大肚子 身材也发浮了很多 看来是要生产的 之前沈腾也曾在节目中爆料 说孩子的名字他已经想好了 如果是女孩就叫沈美丽 沈浪 沈芳 如果是一个男孩就叫沈玉 沈龙 沈腾果然是小品名人员出身了 就连自己孩子的名字 也是起得这么独特 网友听到后惊呆了 是亲生的吗 别人都是坑爹 你是坑娃 沈腾即将升级奶爸 自报孩子名字 网友 是亲生的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